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 浪費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平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 我們就講一講這個 荷蘭大鑊 不要以為是粗口,它真是荷蘭 荷蘭大鑊 什麼事呢 就是陷入能源危機 陷入危機之後 他們就想了一條 你可以說 屎招 好招也行 是什麼呢 就是重啓在格洛寧根的汽田 格洛寧根可能很少人聽過 但我們一網友是來自格洛寧根 格洛寧根如果有看荷甲都知道那裏有支球隊 現在 當然了,西方制裁俄羅斯之後 就令到全球的 天然氣價格上升 當然了,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制裁俄羅斯和澳湖戰爭 還有其他原因 俄羅斯出兵 烏克蘭的戰爭可能令到 荷蘭 重新考慮 這個已經停止了的 天然氣田的生產 是否要重啟呢 這個也挺厲害的 這個天然氣田 格洛寧根在荷蘭 是歐洲最大的 雖然 這個氣田 引起了 當地很大的 震撼 真的很震撼,大家聽聽 原來 很多 當地居民 聽到這個消息 就 真的想動躁動武 這個格洛寧根的氣田 其實 是很大破壞性的 當地居民說 是歐洲最大的天然氣田 但是 當地人民就說 已經困擾了他們四分之一世紀 好像有一位叫做 門格林克的 大哥 他就說 我們深授棋開 但是 當被問到 政府是不是應該 是繼續 他也挺 老實 是不是繼續 考慮重啟 這個格洛寧根氣田的時候 他就說 是 他已經說是 他說深授其為 但是是 因為格洛寧根氣田 就可以限制到 歐洲對俄羅斯 天然氣的依賴 他很簡單說 這樣你是不是希望 繼續生產格洛寧根 天然氣田 重啟他大型的 一些叫做 出氣口 他說是 為什麼呢 因為 真是很貴 真是很貴 現在 全歐盟的天然氣 真是很貴 這位64歲的哥哥 他跟 西梅說 現在是一個可以 獨立於俄羅斯的機會 我們不想再依賴他 雖然我們深授其害 指他家 但是 這樣也沒問題 他家 就是被 天然氣田 開採過程當中一系列爆破 有些地震感覺 這些地震 就搞到他破壞了他家的基建 那些 你看看他 因為我們現在就沒有照片 其實 他家的 木質 那些糧 以及 柱 全部 都撐不住 長也有裂紋 他現在就拿一些 鋼的 支撐 的 柱撐住 這位荷蘭叔叔也挺現實 那 就說現在很貴 那些天然氣很貴 自從2月分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以來 當然是加劇壯魂國家的能源價格 飆升得很厲害 我們看到 在荷蘭東北角落口的格羅寧根汽田 還有油的 是油汽田 未來對整個歐洲來說 格羅寧根 是歐洲最大的天然汽田 在近 十年前 生產高峰的時候 他們可以抽出大概是 五千億立方米的天然氣 這個汽田 本來 就 差不多關了 還有兩個月就關 兩個多三個月 九月底關 到目前為止 其實 因為它 是 開採天然氣 而搞到 地震的感覺 和搞到 爆破 令到 大家 建築物 是殘了 這些薩償有16萬 三千宗 那麼 因為它九月份關 但是 有人說 不如重啟這個計劃 不要關 把之前 關了一些 氣井全部開了 俄羅斯今個月 更加大幅減 向西歐輸送的天然氣 令到 當然包括荷蘭也很痛 並且警告今年 可能是完全斷氣 但是 歐盟就覺得 不是今年 冬天之前 很快可能秋天都已經幫你斷氣了 現在格羅寧根的天然氣 填 的儲備量 原來 是足以取代俄羅斯對歐盟三年的天然氣供應 老闆 這樣好像有得想 你想想 這位阿叔 剛才那位阿叔 他家裏也是裂了 他居然說 還是不要了 還是繼續開採 所以 現在是不是繼續 開採 重啟 一些已經關閉 在格羅尼根 氣田的氣井 真的是 一個很大的爭論 面對這麼大壓力 荷蘭政府一直 不願意再次增加產量 因為擔心16萬3千宗的薩償案 是很貴的 頂不住 這個星期他們決定 限制使用 有件事就很嚴重 是 允許更加多煤炭發電 頂你一出來 這些環保分子又罵你了 所以荷蘭政府也挺慘的 有人就說 不如這樣吧 用格羅尼根氣田那些氣 但是 荷蘭的 官方就說 只有當安全形勢 嚴重到 可以跟格羅尼根當地居民安全相比的時候 這樣才會重啟 格羅尼根天然氣井的 一些已關閉的氣田 一般來說 他都覺得今年九月底就開始 要關閉全部的東西 什麼是 安全形勢最嚴重呢 他就說 比如我們的醫院 就不能供亂 又或者 普通人的家庭 不夠天然氣煮飯 就可能重啟 格羅尼根的氣田 他亦都說 如果現在就決定重啟的話 非常危險 格羅尼根 又氣田 又有有有氣 其實是1963年投入使用的 隨著當地 柔軟的黏土和沙岩 開始移動 這個氣田的震盪 在上世紀 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 到了2017年的高峰期 有100多次 有些是到 尼克特制 6.3級的強震 雖然900 平方公里的 汽油田 就準備停止生產 不過 這些震感 都會持續 10年 因為 土質和結構 是移動過 所以 就算你不生產 它也是震的 是嗎 其實會不會想一想呢 要是這樣 荷蘭政府 抵想點 16萬 不知賠償多少 千二 婆蘭政府本來 就不理這個問題 但是後來 就迫使遣殼 和這個 埃克三美夫 合資的一家公司 NAM 就要開始減產 之後18年的時候就宣佈 將油田要關閉 產量 就已經有 因為它剩下很少井是繼續產氣 九月份都關了還有多少 本來最近的時候很厲害 540億立方米 到了 今天 就是每年 今年 只有46 億立方米 不過 原來 還有45億立方米 在儲備 就是 還有 今年已經有46億立方米 開採了 還有45億立方米 是可以儲備的 如果俄羅斯真的關閉天然氣的話 一些人就說 難道真的不開採嗎 荷蘭政府就說 其實 還可以開採多兩年 天然氣 前提之下 就是 剛才說的 那麼危急才行 如果不是當地 那些人不肯 那麼國家 即是荷蘭政府已經是 跟 安克森美夫和 遜學國家合資廠 NAM 已經向受影響的居民 支付了15億歐羅的賠款 並且為這個地區的房屋 加固和重建 提供資金 但是 代表 社區的格羅寧根天然氣 委員會他們就說 有26,000 脆弱房產 是 未完全搞定 只有4,000個房產 是得到好好保護 那麼多年 關於開採的責任範圍 都是很有爭議 估計到2027年 這個地區的加固工程 就要花53億歐羅 老實說 公理一點說 你是不是都花那麼多錢 為了天然氣的 安全著想 你不如 也要花了 因為你有錢 也不一定有天然氣 很多都是長期合同 好像剛才說的那位阿叔 換格克里多年來 一直在等待家重建 2003年一場強震 損壞了他的外場 但是 他用了3000元歐羅 就收好了 之後2014年又一次 19年 列行越來越大 就叫建築商 拿一些 鋼質結構的東西撐住 他 就很害怕 又怕房子會塌 他 也說有些鄰居 十分沮喪 就賣了房子 而且便宜價賣 因為你有裂痕 自從2020年成立一個新機構 作為賠償 和清算的機構 重建工作和賠償工作的步伐已經加快 到今年 已經收到 163000份的撒上訴求 格洛倫根天然氣委員會主席 是 另外一位 十幾年前就受到這些強震影響的農戶 後來他就說自己的生活翻天覆地 已經變得很差 前幾天下雨的時候還把桶和毛巾放在地下 因為 水就從屋頂滲下來 房子已經裂掉了 他在附近 加麥旭爾德村的 村市政廳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也說他終於得到一筆錢 並且準備在土地上修建一個新的防震建築 他就強調雖然沒有人在這次強震當中受傷 但是 幾萬人 依然是活在恐懼當中的 但是即使 是他 亦是 他都支持緊急情況下 是可以增加格羅寧根汽田的生產量 他就說如果醫院和老人家 沒有 暖氣用的話 一定要啟動他家附近格羅寧根汽田 他也知道公眾的想法都變化 好像最新一份民意調查顯示 原來三分之二格羅寧根居民居然 是希望重啟這項工程 這項項目 增加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 不要全面重啟 百分之八十的荷蘭人認為荷蘭應該停止從俄羅斯進口 天然氣所以重啟格羅寧根的 天然氣項目是個best choice 最好的選擇 但是 當地的政客 就不肯 最搞笑是 人民肯但當地的左翼政客就不肯 有一位政客就是來自D66 即是D66 就叫做 拉斯貝特爾 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以這樣做 他就說格羅寧根市議會的每個黨派都反對這個計劃 並且就說如果 撤離行動繼續下去的話 還需要對六千間屋加固 他在上星期的會議上 就說 我的黨有六百人只有六個人支持 你有沒有問 當地居民 這些政客那麼差距地 當地綠黨的人士你知道 綠黨一般左翼的就是 環保分子 就說 有很多居民被迫賣了自己強震損毀的房屋 現在 他自己也是 受影響戶 他就說 強烈反對增產 他就希望 政府可以大幅削減用電量 冬天怎麼搞 荷蘭有些地方都很冷 很冷的 大姐 這位叫溫架 包括關閉大型工廠用戶 人家不用賺錢了 這些都是浪費 亦希望 大力推動房屋隔熱 減少耗能 他也說 荷蘭人必須接受 我們行為的後果 地球那麼多年來 使用那麼多石化燃料已經夠傷了 他也說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的 政界人士從來沒有關注過當地偏遠 人口稀少的東部 所以 他們才決定增產 他就說這個就是格羅令根 你又錯了 當地的民意調查也是不是 你比較離地 很多左翼人士當然都很離地 好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